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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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器类文物中 冲是比较常见的 它是古代的管型火器 后来演变成了现在的枪和炮 在张州东山县博物馆中 收藏有一门正成工军队使用的铜冲 重量只有12公斤 可以单人扛在肩上使用 近江市博物馆馆馆藏的这门铜冲 足足有300多斤 实属罕见 它是属于一件我们单位武器纹路当中 比较重量级的一件纹路 纹路的定级上面 它是那个国家一级纹路 这门铜冲由黄铜铸造 通长81.8厘米 负为86.3厘米 是一门发射信号弹用的指挥冲 由钱塘 钥匙和尾琼三部分构成 冲身有六道环小菇 在冲的两侧各焊接一只瘦手 红冲身上刻有名文 显示它产自温州府 那么 它又是如何飘洋过海来到近江的呢? 2000年元月7日 近江市文馆会博物馆 征集到一批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水下文物 这是当年报纸上的一则新闻 当时 吴金鹏刚刚开始主持博物馆的工作 这一天 它接到了来自各方的电话 说有人在深湖湾发现了大炮 一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兴奋 我们在近江历史上从来没有出水的文物 更没有发现什么大炮之类的 所以就去群众家里面 首先看的就是这个董毛 他们说原来是被土包了 他们给它清洗 哇 非常亮 文字 正面一看 文字八号 文则五兆 所以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其实是去认理受一个重大发现 明文的话 像这一遍它有一个冲重270斤 哦 在这个冲的这个冲身上 按照明清时候的这个度量横 这个计算的话 它这一件的重量应该有320多斤 300多斤啊 对 所以是比较重量级的 它的另外一遍还有一些 比如它的编号 它的铸造机构 温州府都造 家境32年 说明这个冲的那个铸造时间 还有当时的一些都造人 铸造的这个铜匠具体是谁 它身上刻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出生证一样 是 这个比喻很贴切 一个驾驶店主要就是说它比较完整 它有那个比较丰富的 丰富和详实的这个明文资料 一门在浙江温州铸造的铜匠 却在晋江出水 这引起了吴金鹏的好奇 为了调查铜匠的身世 吴金鹏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当他将搜索的关键 锁定在嘉境32年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 嘉境32年 当时呢有发生一个大事件 就中国那个著名的海盗叫王子 这个时候呢勾结日本的欧寇 在我们的东南沿海 浙江 江苏这一带 开始骚扰 抢劫 烧杀 那当时呢朝廷呢就争吊了 所以我们晋江人叫于大游 开始呢北上啊到浙江这一带啊去抗欧 欧寇的侵劳呢 所以这个时候温州就开始呢造这种炮 明朝时期 沉默在深湖湾的铜冲 为什么会突然现身 这一切要追溯到1999年12月24日 据发现铜冲的深湖守风村村民师修和回忆 那一天出现了罕见的天文大潮 加上又是南风天 之后海水大退 海底一下子显露出来 我现在去那里三十五小块 三十五小块 的一只 十几十五小块 就是trehock池的 就够快三十五小块 但我现在去那里看就四百二千 看我一堆头要大堆 我先拆开 这门铜冲是否与鱼大油有关 当时与铜冲一同出水的铁炮 铜锣 锡弧 磁盘等实践文物 或许能做出证明 它们从功能上大致可分为 武装器具和生活用器两大类 其中一门铁炮已经腐蚀严重 只能依稀辨别出部分文字 在尾部的话 它还有一个红光元年南明的一个连号 南明它是一个什么潮代 南明它其实就是明末清初一个明政府 当时流亡在南方的一个小政权 出水的铁链文物 还有那个大银陈化连制的白右轮花口盘 从他们这三件铁链文物 还有结合他们的一些本身的特征来判断的话 它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明末清初 通过对这批出水文物的调查 专家们一致认为深湖湾这里极有可能有一处明末清初的战船遗址 这些沉船线索不仅吸引了吴金鹏的关注 也吸引了一支特殊的考古队到来 在2008年的时候 中国水下考古队来到深湖湾 做了冲步的水下探 当年发现铁铛的老先生给我们指的这个方位 在我现在的位置 往前大概86度的方向 一千米的一千米吧 距离 在做水下探渤之前 我们先做了这三方面的工作 一个对出水物的了解 第二 发现者的一些口述资料 第三就是文献资料 我们也查询到在康熙年间吧 确实在深湖湾呢 郑军的团队有跟清军发生过一场遭遇战 郑军与清军在晋江交战的遗址经证实的 只有白沙古战场一处 若是能够在深湖湾找到沉没的战船 这将是历史的更大突破 怀抱着这样的想法 张鸿星在2012年的时候 又带队来到深湖湾 做了陆地调查 12年开展这个项目呢 首弹我们就选在我们深湖 这个地方的沉船线索的比较明确 所以说这批东西的出现呢 实际上在咱们晋江呢 也是上属首次 能这么成批量的 能出这么多的沉船的东西 借助沉船的线索呢 以这个为中心向外拓展 尽量多地收集一些水下考古调查的线索 在我们的泉舟湾一带 一共有31条的沉船线索 经过一次水下探摸 一次陆地调查 张鸿星梳理了手头的31条沉船线索 最终锁定了4条较为准确的线索 在2016年的时候 带着18名队员 再一次信心满满的出发 并且 这一次他将搜索的范围 扩大到整个泉舟湾海域 做了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每天呢都有下几班水 就是通过下水确认 然后间歇的期间呢 再用声纳扫描 就是这种边扫描 边对疑点进行确认 已经是大面积的多组人员下水 去探摸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三次搜索 都没有找到能印证历史上 任何一场战役的相关信息 这也成为了张鸿心的一个心结 因为这边的沙滩的地理状况 也是比较特殊 沉船要想保存下来呢 是非常困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点我们是不会放弃 另外也是要扩展调查的范围 可能不限于我们这个沉船的位置 这个沉船点 我们就把深湖湾其他外边的区域 也要做一个扩大化的沉船线索的收集 以后仍然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虽然无法与历史相印证 但是由这批出水文物引发的 在泉州湾海域的水下考古 将摸清泉州海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家底 对促进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而吴金鹏也在不断地搜集史料 在沉船遗址没有找到之前 关于沉船的研究便不会停止 我们认为推测 它应该是南明时期 南明的军队 或者反清的一股势力 跟清兵在深湖湾里打过一场战 结果南明的船被击沉了 这个炮里面还有个炮弹没有打出去 就说明它已经来不及反击了 有可能是受到突然的失击 或者说打的时候措手不及就被击沉了 一门铜冲的出水 激起了人们探究历史的热情 关系到地方海战的历史 更关系到泉州湾海洋遗产的探索 现今年天的炮火已长埋在地窝之下 期待那年变幻莫测的海上风云 有朝一日重现在世人养前 我们一般的就是出水文物先做一个拖延的处理 就是我们那个出水文物在处理之前 那海里已经海水羊已经浸泡了几百年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气物本身都会吸收一些盐分进去 出水剂物一旦出 一旦在岸上放时间长了水分增沙之后 里面的盐就会形成结晶 所以它会把气物的表面会破坏 慢慢的腐蚀 时间长了整个文物都会分解掉 拖延我们就是很简单 一般是使用碱性盐液 大概是把第一含量的气氧放纳 然后对这个气氧进行浸泡 每天都要检测一下 这个盐液中的氯比子的浓度 还有那个电解度 每几天换一次水 那这样的话直到哪天检测 发现里边的氯比子比较稳定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定 这个气氧已经拖延继续完成了